眼前閃紅的路口没车 黑色休旅车行驶向前 没想到下一秒 机车驾驶连人带车 从右边拦摇撞上 骑士当场飞了出去 消失车辆左侧 就连坐垫都解体 撞到路数才停得下来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 将重伤的曾姓阿兵哥赶紧送医 因为他摔进四公尺身的针钩 当场左脚骨折肝脏破裂 现在意识不清有生命危险 还在加护病房抢救当中 直接修旅车车头全毁 就连保险感和车灯都不见了 车辆机车卡在车底支离破碎 可以想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猛烈 照规定是交通路权是 散红要让赏黄 自小客车应该让重机车先行驶 警方表示双方都没有酒驾 修旅车行驶速度也不快 到底相信肇事原因为何还有待厘清 记者赖冠状新耀珍罗湘谈料报道